听了穆国兴的一番话 首先是副书记巩卫新想到 看来这个年轻的县委书记 不贪图享受 艰苦朴素 真是个好官啊 也许从今以后 宝和县的百姓们就有希望了 县长何胜利的心里 却是另一番的心思 这一套办公室里的装修和设施 和自己办公室的那一套 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自己鼓动前任县委书记搞的 再加上县里添置的新的办公用品 和各个局里的装修 就是让自己的小舅子狠狠地赚了一笔 都像这个年轻的书记这样搞 那这个现今后还有什么油水可捞啊 虽说穷庙富方丈 宝和县穷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的 再穷也不能穷了我们这些县太爷吧 孙副主任此刻确实对穆国新更加佩服 他连忙说 穆书记啊 这间办公室已经装修好了 这不用怕是浪费了 怎么会浪费了呢 如此豪华的装修 今后就用来 作为我们县接待贵重客人的接待室吧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 到我们县考察投资的客人肯定会不少 不光办公室这样 我们的宿舍也要照此办理 这也算是我上任来的第一个命令吧 穆国新对龚为新说 龚副书记啊 我建议县里拿出一套文件来 要求广大的党员干部 重温入党时的誓词 开展一场反奢侈反浪费 提倡艰苦朴素 一心为民的党员干部活动 切实使我们的各级党员干部 改变工作作风 龚副书记听到后马上答应 穆书记 您放心吧 有您的这些指示 我会马上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 切实地把您的指示精神 传达给全县的每一个党员干部 穆国新笑一笑说 人家不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吗 我看我的第一把火就从这烧吧 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烧掉了过去的一些陈规陋席 才能使广大的党员干部 轻装上阵 我们宝和县 才有希望啊 县长何胜利 这个时候心里沮丧到了极点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年轻的县委书记一来 就搞了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哎呀 看来自己的办公室也快要变成接待室喽 可是又一想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 县委书记们抓党风建设进行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 这正是人家的本质工作呀 自己好容易把上任的那个顽固子弟模样的县委书记给糊弄走了 自己虽说在他任职期间受到了一定的打压 但也捞到了不少的好处 这个年轻的县委书记看来更加强势啊 今后恐怕自己的日子会更不好过喽 他又一想 我只有牢牢地把财政局抓在手里 你这个县委书记呢 我在想办法把你拉下水 哎 我就不相信天底下还有不爱财的主 就是不爱财也好办 你这么年轻 还能不好色吗 嘿嘿 且不说何县长正在那动着一番鬼心子 孙副主任早已经让人把旁边的一间办公室收拾好了 过来请穆国新过去 三个人来到新的办公室 穆国新看到一切都是按照自己的要求办的 笑嘻嘻地说道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啊 卫新书记 胜利县长 你们有事就去忙吧 不用陪我了 董卫新和何胜利两个人相视一笑 对穆国新说 穆书记啊 那你忙吧 有什么事情就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随时过来听你指示啊 穆国新望着走出门去的两个人的背影 心中想到 从表面上来看 这两个人对自己还是恭恭敬敬的 但他却认为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他坐到办公桌前 孙副主任把七号的茶给穆国新端了过来 嗯 孙副主任啊 您先请坐 我有点事情想了解一下 咱们县的县委 为什么没有主任呢 副主任连年一共几个人呢 孙副主任听到穆国新这么一问 脸上一阵通红 不好意思的说 牧书记啊 其实呢 我原来就是县委办的主任 只不过 一年前在修那条历青路的时候 我得罪了前来视察的那位副省长 就被降级为副主任 也从县委常委会被踢了出来 哦 你犯了什么错误 受到这么严重的处分呢 能跟我说说听听吗 孙副主任就把罗夫省长 来视察时提出要修建两条公路 自己是刚从地委调来的 任县委办公室的主任 县委常委的 也有些年轻气盛 涵养程度不够 在常委会讨论修那两条公路的时候 自己发言表示明确反对 结果呢 惹怒了那位县委书记 在大会上大发脾气 向罗夫省长汇报之后 没过多久 就以莫须有的罪名 把自己给处理了 慕国卿听到这儿 心里想 事情如果真像这位 孙副主任说的这样 这个人还真不试试 一个政治的干部 他经过上一任的打压 估计也会逐渐的成熟起来 今后的工作中 可能也会成为自己的好帮手 一个县委办的主任 就是自己的一个大管家呀 如果能把他牢牢的团结住 也会少了不少的麻烦 想到这儿他又问 其他的副主任呢 哦 还有一位叫张海山 他是跟龚副书记的 另一位副主任李国强 是跟王维刚副书记的 由于王副书记 马上就要到县了 身体又不好 所以他的工作 相对比较轻松一点 平日里呢 就在县委办理负责点具体的事物 穆国新听到了这儿 脸上露出了悲笑 看来县委办理的这几个人的关系 还并不是很复杂 他站起来 拍了拍孙副主任的肩膀说 孙主任啊 好好干 孙副主任一听 牧书记这次的称呼 把自己那个副字给去掉了 又亲切地拍了拍自己的肩膀 他一股热血涌上头来 嘴唇颤抖地说 牧书记 从今往后 只要是您的指示 我会雷厉风行地 毫不打折扣地去执行 孙舒婷这句话 就是明确地向穆国新 传递了一个信号 同时也表了一个决心 牧书记啊 今后 我就是你的人了 牧国新说 很好啊 孙主任 现在麻烦你 帮我把我们县去年全年的财政收入 支出等等各项报个表给我 另外通知财政局长 我明天要去他那调研啊 孙主任按照牧国新的吩咐 马上把各种报表送到了牧国新的桌子上 然后又给牧国新的茶水 满上就悄悄离开了 临走的时候 也没忘了把牧国新的办公室的门关好 牧国新坐在办公桌后 认真地看了起来 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把几份报表粗略的浏览了一下 心中吃了一惊 真所谓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啊 上一年宝和县国民生产总值只有不到5000万 财政收入870万 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95元 负债却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元 这样的情况几乎是糟糕的一塌糊涂 想一想 一年的财政收入才是800多万元的穷县 负债竟然高达3000多万 要不是每年国家大笔的财政补贴 估计宝和县的干部会饿跑一多半 看了看县委财政 去年账面上只剩下了不到三万元 他感到心里一阵阵的发凉啊 再看看那些支出的项目 去年县委和县政府竟然拖欠全县干部 两个月的工资和教师半年工资的情况下 还购买了两辆新的桑塔纳轿车 又花了一百多万元 进行了办公室的装修和办公设备的添置 还有的是高额的招待费 全县一年的招待费就花去了两百多万 穆国兴看着这些数字 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 心中像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 他简直无法想象 自己的前任是怎么当的这个家 自己是经济学出身的 这些数字只是表面上 暗地里怎么样根本不敢去想了 第二天一上班 穆国兴首先把昨天的统计报表又仔细地看了一遍 看了看时间差不多了 他拿起了皮包 准备去献财政局 正在这个时候 孙淑婷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 一进门就急忙说 穆书记 不好了 出大事了 穆国兴看着满头冒汗的孙淑婷说 你先别急 孙主任 这是怎么了 这可不像你平日的工作作风啊 有事慢慢说 天踏不下来 穆书记 地位拨下来的工资款 又被当地银行划走了三分之一 等着发工资的干部 教师 还有一些老干部听说后 就把当地银行包围了 和当地银行的保安发生了冲突 几个老干部也被打伤了 人事越聚越多 公安局已经控制不住了 听说当地的银行 正在向他们的上级报告 准备动用军队介入呢 乱谈情 这笔款是地位 从农行帮我们贷的款 应该走农行的账户 和他当地银行有什么关系啊 正说话间 何县长也打电话来 说了同样的事情 穆国兴此时感觉这个事闹大了 他意识到里边肯定有问题 否则 从农行转过的钱 又怎么会到当地银行的账户呢 他看了看孙淑婷问道 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知不知道 孙淑婷望了望穆国兴 小心翼翼地说 我们县的财政局长叫郭志祺 前几年不知道怎么回事 被前任的书记 从一个乡财政所的所长 几年的时间 就提拨为财政局的局长了 原来我们县一直在农行开户 结果是在去年修路的时候 农行由于资金方面的原因 就没有贷款给我们 随后还是罗夫省长 出面和当地银行说了 才贷给了我们一笔款 但是有个附加条件 就是全县的财政款 都要从当地银行的账户来周转 穆国兴心想 这又是自己的前任种下的恶果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把那些愤怒的干部和教师 安抚下来 否则自己刚刚上任 就闹出了这么档子事 影响也是很坏的 他想到了这儿 穆国兴对孙淑婷说 取消去财政局的调研 马上掉车 我们去当地银行 好好好 当地银行位于县城的西南角 是一栋五层楼的白色建筑 比县尾大楼还要辉煌气派的多 穆国兴来到之后 看到银行的门前 已经聚集了几百个人 而且还有人正从四敏八方往这儿聚 一个处理不当 冲击国家金融部门 那就是一个不清的罪名 这个时候 只见县长和胜利和副书记 龚卫心正站在银行的台阶上 几十个警察 也如临大敌地隔在群众和银行的大门之间 当穆国兴乘坐县委一号车 来到当地银行的时候 县长和胜利和副书记 拱卫心急忙迎了过来 旁边的警察也紧紧围在穆国兴的周围 穆国兴拨开了警察 看了看周围的群众 见到大部分都是干部和教师模样的人 就松了一口气 他向银行的大门的台阶上走去 并马上命令警察撤离现场 由于大家都知道 这笔钱那是穆国兴 用自己的巷上乌纱帽给大家换来的工资 对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都已经有了好感 看到穆国兴来了 都自发地让开了一条路 纷纷议论着 别说了别说了 穆书记来了 不要吵了 穆书记站在台上 看着下面的群众 大声地说道 同志们 我是新来的县委书记穆国兴 今天发生的这个事情 我感到非常痛心 大家都是靠工资吃饭的 咱们县又这么贫困 拖欠了大家几个月的工资 我心里很不安 现在我代表县委和县政府 向大家道歉 说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一个老干部模样的人喊道 穆书记啊 这不是你的责任啊 我们不怪你 前面的人办的事 为什么得由你来顶纲啊 谢谢这位老同志的大度和理解啊 不过话可不能这么说 不管是前任的县委书记 还是后任也好 他们都代表着一个政党和一个政府 现在我请大家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一定保证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让大家拿到足额的工资 这个时候又一个老干部喊道 他们打伤咱们的人怎么办呢 打伤的人要马上送到医院去治疗 按照法律规定追究打人者的责任 并给予严肃的处理 但是你们聚集到银行的门口所要工资 这个方法方式是不正确的 责任出在我们政府机关的某些人身上 这些人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现在我请大家离开这里 以免事情闹大 影响县委和县政府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啊 几个老干部的人听完穆国兴的解释 就说道 穆书记啊 我们听你的 我们相信你 说着纷纷劝说在场的人离开 这个时候当地银行的那个行长 才敢从里边走出来 一见到穆国兴就趾高气昂的说 哎呀穆书记啊 你们宝和县的人可真是太厉害了啊 这差一点就出大乱子了 这真是穷山恶水 出刁民泼妇啊 穆国兴听到这个行长这么说话 非常的生气 马上问道 你这位行长是党员吗 那当然了 我已经入党十几年了 哼 我看你名义上是一个党员 但已经丧失了一个党员应有的一切 你已经连最起码做人的道德都没有了 你说这里是穷山恶水 我不否认 但你说这里的人民是颇富刁民 你就大错特错了 我问你 你现在享受的一切是不是人民给你的 如果你在这里几个月拿不到工资 家里又有嗷嗷逮捕的孩子和正在生病的老人 你怎么办 而这事情的起因 就是因为你拿走了他们的救命钱 讲得好 穆书记我们支持你 几个还没有走的人喊道 这个银行早就不是人民的银行了 既然他把我们叫做是颇富刁民 我们就不必要再去支持他了 这是你们县委县政府和我们达成的协议来 扣掉三分之一 也是按照合同规定办的 你们县委和县政府也得按照合同办事 很好 你还知道要按照合同办事 那我问你 合同里写的国家每年下播的扶贫款 你们可以扣取三分之一 可这笔款是扶贫款吗 我建议你再好好地看一看双方拟定的合同 然后再说话 现在我代表县委和县政府要求你们 明天上午按照合同拿出一个解决方案 否则我会向你的上级反应 撤销你的行长职务 因为饱和县的人民 不欢迎你这样的行长 穆国新说完之后 留下那个在那儿目瞪口呆的行长和拱书记何姓长 坐车离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尿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